那么我们要来关注的依旧还是在这个保龄茶室的部分 酿成了两死现在呢 确定是有米酵菌酸 保龄的饶河电2有两例的食物中毒个案 在这个部分有通报 但是因为并没有在这个部分 并没有验出米酵菌酸 所以现在在卫福部把这两例视为是一般的食物中毒 那原先的通报31例 现在更新是29例 有两个人死亡 有我们可以看到五个人还在交病房 一个人好转已经转到了一般病房 那四个人状况还是比较不乐观 包含了是昏眠状态有需要换肝的 还有一个人是需要靠着液克膜为生 现在在这个部分 在体内验出了米酵菌酸 解剖之后 解体送到了法医研究所按照SOP 那我们可以看到 卫福部次长王斌胜就说了 米酵菌酸在人体半舌期四天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代谢出体外 没有解毒剂 只能够采取一般的支持性疗法 现在还要来追死者体内 有没有老鼠药 因为解剪到现在也没有排除 是有人为的可能性 好 在3月24号是来到这边 采剪了A13店内的剪体 包含了手部刀具砧板等等 确认有米酵菌酸 那同时 也有过去的前因工来透露 在裹条的部分 拆封之后习惯不冰 甚至放过夜 除了变脂 也可能是有被污染的 还有新旧的果条是混着冰 到货的进货 标示并不清 台北市政府呢 原定是下午要来召开记者会 不过市场讲完 上午也主持记者会 标示来稽查之后 现在呢 确认是米酵菌酸的检验呈阳性 所以保龄的责任跑不掉 即刻也把检验的结果来告知检方 还有警察局 而这个整个事件持续的延烧 中央市药署公布了35项产品 都未减出米酵菌酸 但是最新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部分 在环境样本 像是厨师手部 刀具砧板等等 来检验 已经是确认是阳性了 好 看到在这个部分 大家的关注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导致这么多人 而且病情还严重 持续要来追 周姓的主厨 在这段时间放下了 是不是有这个食材的问题 像是呢 在这个食材的存货 并没有做交接 还有就是保存的流程 不够严谨 那么现在在查试 实际的环境整洁度 可能比大家看到 卫生局七茶 还发现的更糟糕 而另外代班的 胡姓厨师 胡姓主厨 疑似在不知情的状况 就把过期的食材 煮了出餐 在室温放害久的 变质果条 做成了食品 让客人吃下肚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 在这个部分 好 也因为处理不当 那么另外 前员工就说了 在保龄的部分 没有中央厨房 统一管理食材 果条运送 都是靠一名 营运总监 而且他是用 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是用机车的方式 来再运送到各个分店 并不是冷冻库 而现在在法医高大城 也来推测 保龄茶室呢 可能是有进了 两批的果条 有3月16号 3月23号 20斤 各进口20斤 那北市府 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26号进行查扣 所以也怀疑 业者很可能 在被查扣之前 就把有问题的那批 给丢弃了 这个部分 他认为可能是 前后有两批货 那么现在重大的进展 就是发现 在环境的部分 首部验出了米酵菌酸阳性 台北市长讲完强调 责任跑不掉 大家也执意说 这个果条 怎么没有好好地保存呢 现在还被爆料 为了省钱 用机车来运送 而且不是冷冻车 所以接下来 还要持续再来追 保龄案终于找到 关键突破 从台北卫生局 3月24号 带回来的采样 刀具砧板 以及员工首部 都验出了米酵菌酸阳性 目前可以跟各位报告的是 在这机阵当中 有验出阳性的反应 保龄以着责任 跑不掉 截至2号上午 没有新增案例 累计29例通报 2例死亡 5例还在加护病房 索性其中1例有搞转 但4人还在昏迷 都不排除 考虑换肝 而且的确 当下也有看到一些锅 锅在条 它是放在室温之下的 监禁发现 关键三因素 保龄都是靠 周姓厨师的记忆 和收纳习惯 烹煮食材 不够就通知老板叫货 但货到之后 却没有按照先后 顺序摆放 休假前也没有好好交接 导致代办的弧姓厨师 有什么就煮什么 疑似把过期食材 烹煮出餐 我们去稽查 整个从进货运输 储存 哪一个环节 是否都符合 卫生安全的规范 拆封后的果条 疑似也有不冰的习惯 从17号卖出5盘果条 18号卖出1盘 而19号卖出6盘 以及1盘盒粉 被怀疑果条是17后 拿出来后就没冰回去 等于是卖了三天 才把库存全卖光光 因为重症病患的民众 刚好都是集中在 19号当天都有吃到果条 22到33度 然后撇质要是中性 而且含盐量要2%以下 然后再加上 它是一道发酵的米制品 玉米制品 或者说发酵的椰子制品 才会产生米效净酸 不止烹煮流程有问题 前员工更表示 以前老板问了审运费 会请经理用机车载送果条 而不是用冷冻车运送 排除人为下毒的可能吗 大概其他的物质的可能性 就不大了 未来不排除检验死者体内 是否含有老鼠药 只是员工首部验到米效菌酸 保龄这次难辞其咎 记者林正坚张提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在这一回呢 在保龄茶室的食品中毒案 备受大家的关注 那么在现在在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呢 在台北市是有四名的一个重症患者 那现在在大家来看到 在这边 大家依旧还是要来查 到底呢 是为什么要吃了多少 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刚也可以看到了 确实在厨师的手部 生物的激症 验出了米效菌酸阳性 还有在环境的样本 刀具的部分 还有在针本的部分也有 那么跟多数中毒患者 吃下的炒果条 到底有没有关心 北市府不只是曝光了 保龄茶室食材存放有问题 而卫生局长陈彦远 套漏第一线的机茶人 来到保龄茶室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就发现呢 食材包装袋上的产品标示 居然是抹了一下 这个漆就掉了 第一线机茶人的回报 就已经有跟我提到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他的 比如说他们提的更详细 比如说他跟我说包装袋上的 那个所谓的产品的一些标示 虽然有标示 但是据说机茶人抹了一下 那个标示的漆就掉了 所以那个机茶人的回报是 看起来他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有欠他限期改善 而且的确当下也有看到一些国载条 他是放在室温之下的等等 我想这些在机茶的记录里面 机茶人员都有寻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罕见的 一个食物重大乱件 所以当我们再去回溯的时候 其实都有逐层的承报上来 在前面所发生的案例 我想部长也一定都相当的清楚 就是大家都共同吃过国载条 那当然经过这样的调查 国载条当然是最高可能性 我们科学上都是会判断哪一个豁然率最高 我想这个在判断上是没有异议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定 国载条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排序 但是如果可以出现相关的直接的证据 就像这一次我们调查员第一线 所采集到的这个首部样本 竟然验出了所谓的毒素的存在 这是很直接的证据 所以也呼吁了当时本局的判断 以及中央的一个判断 包括部长的一个说法 最近大家都非常担心 这个实案风波 那么知名的连锁药庄店去城市 三月底办完了2000顿春酒 结果现在传出 在陆续有60个人上渡下泻 还有9个人不是送医 新美卫生局货报之后 也来到了事发地点 一品大饭店新装金罐馆来击茶 带回了自制冰块 手抓海鲜盆来检验 而这个宴会厅呢 从4月1号开始暂停营业 业者表示配合调查 但是当天疑似有不少参与春酒客人 攜带了外食入场 保龄茶室中毒案还没烧完 全台人心惶惶 没过多久却又爆出实案风波 三月底连锁药庄 屈城市连续两天在仪品大饭店 新装金罐馆 举办春酒活动 人数高达2000多人 没想到用完餐 竟陆续有人上渡下泻 屈城市回应 目前已经有62人肠胃不是 还有9人直接送医 状况外已经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将提供就医相关费用 以及慰问金 回到事发地点 宴会厅大门紧闭 四月一号起 接着已被勒令暂停营业 清北市卫生局三十一号 也展开调查 就是这盆宜品手抓海鲜盆 有着泰国虾 巡蟹 蛋菜 扇贝 以及小章鱼等十几样食材 从图片可见用料超澎湃 另外像是宴会厅的自制冰块 都被列为高风险餐点及食材 鸡茶当天发现洗涤区的地面 有不解以及垃圾桶未覆盖等卫生缺失 以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到底吃了什么下肚 一四酿成集体食物中毒 传出屈臣式春酒当天 不少客人自己带了炸鸡汉堡 手摇的外食 饭店表示已经提供食安及卫生 等五大资料 还有相关检体配合调查 有问题一定会负全责 而现在抽验结果尚未出炉 若不服规定未改善 最高可罚到三百万元 近日食安风波连环报 民众外出吃饭恐怕也更加胆生心惊 记者陈轩埋 陈明轩 青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盒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